永遠忘了發展成為新的行銷北台大黨網紅市場的發展 超頓南開科技大學 特別感動到優秀電視公司合作 政策主管來自作後方的節目 今天也正確告白和開播的電影 並且也正一步打造新媒體網紅外訓交流規定 希望隨著未來發展的苦勢可以提高核心的競爭力 就跟團部媒體合作南開科技大學 所打造部分所有人材和技術基地建設來啟動 目前都是宅經濟 或者是比較屬於類似吃通訊的一個應用的能力 那我們希望學生能夠自己能夠去發掘問題 發掘地方的一些問題 然後報導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消息 透過這樣一個訓練可以讓學生的專業可以獲得提升 現在學校也開始製播了 讓一些很多的年輕人 時下的年輕人 喜歡透過一些網紅的節目 或者是勇於表達自己 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的表現 我相信對於很多的學生自己在學習的過程 除了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清清 報復的報 因為學生跟公司實施 在很多真好做節目 直到年輕人來實施堅定 所以中台有三電視公司 親自報跟學校合作 提供到北一台 協助學生來製作學校的節目 歡迎可以見到等下 提供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光纖專線到我們的南開攝影棚 那直播這個 我們期待能夠合作 直播這個 對社會有正面正能量的一個節目 優質的節目 也提供這個新的媒體平台 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將他所學的 在這平台上來發展 南開國際大學有三電視 這部修作的生意 不用留學生兩萬六倍以來製作製作的領域 並且集中到三個月結合 中東來製作學校的節目 也將來打造到網紅包含交流的記憶 就是對於攝影跟後製剪輯 這方面的領域會比較有興趣 所以就盡可能的去學習 然後可能從戲上看還有什麼資源 能夠好好的利用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的前身是 勇者情形棚 然後帶到這個大學包包包 然後進入南開科技大學的攝影棚 然後做更大多元性的發展 那希望未來這個節目可以 有更多的那個素材來記錄 對著網路的發展 來尋找到新的行銷官都 發展出很多相機 因此南開科技大學 也不斷有學生來找找主管 希望他們對文化創業的未來發展 可以更加有主信 再這樣先 差不多 多都